這次Pedja Sojavich造訪台灣 主要是為了六月二十一號開打的 三對三籃球賽造勢 趁這次機會 兩度三分球大賽冠軍 也知道一下台北市立大學籃球隊的球員 既然Pedja已經退休 甚至連當年征戰沙場的小撇步 他也無私奉獻 主要就是告訴球員如何擺脫防守者 增添自己跑出空檔的機率 不過事實上 他能夠成為史上三分球排行榜的第四名 除了苦練還是苦練 你必須再次回合 我記得我在打中 甚至是NBA的 每天5-700拍子 每天都做了 這次我每天都做了一小時半 兩小時 今晚Pedja在效力小牛期間 總算拿到生涯唯一的冠軍界 事實上這樣的頂尖好手 還是有遺憾時刻 在2002年 果然沒讓球迷太過意外 Petya所說的 正是當年胡人 與國王熬戰七場的過程 如果當時淘汰紫山軍 以當時國王的堅強陣容 成為實至名歸的王者 機率是十拿九穩 不過或許也正因為這份缺憾 才能造就這位神射手不斷精進 國際新聞 張建宏 張紀元採訪報導